十萬九千多塊的利息 OK 那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地方 這樣算不準的話 你可以在底下加一個什麼 把這邊改成18的話 打勾會怎麼樣 18 打勾 看一下 如果你放了10年之後 你的18% 會變成 兩百 六十幾萬 五十萬會變成兩百六十幾萬 五十萬 兩百六十幾萬 可能本來是國產車的 頓時可以買賓士車了 而且買高級的賓士車 放十年就可以了 這感覺 好像有點 沒有 要選舉的 還是Ctrl Z一下好了 好 恢復 這個完全與那個沒有關係 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當然感覺上 好像有點不太怪怪的 OK 好 這裡的話呢 可以試試看 我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其實這個都很好去分析的 所以像有時候 你要買車啊 或者像之前考慮到 要不要買油電車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做一個什麼油耗跟售價之間的這個比較表 那就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在多少油耗的時候 因為他買油電車的好處是他省油嘛 那你省下來油跟他買的價錢之間是不是能夠match 能不能取到最平衡點 好 當然除了這之外還有別的 不要環保啦 如果不論那些的話 假設你要算一個 會把它算 會發現 好像你省下來的汽油 跟他的車價 恐怕沒有辦法折底啦 因為算下來的話 大概算下來 一年頂多是省個一萬兩萬塊的油錢 頂多啦 現在是要計程車等級才有辦法一兩萬 一般人大概頂多省個一萬一萬塊好了 油錢 那你如果開個十年才十萬 那跟他的價差好像沒辦法match 可是十年之後那個電池可能壞掉 那個電池壞掉的話 你又要花十萬塊 等於你就把你省下油錢 再去換個電池 可能還不夠喔 那這樣子好像不是怎麼合理啦 所以後來想想啊 算了 而且油電車你也沒辦法under control 為什麼 因為你很多不敢自己去修啊 而且你拿去給外面的那個保養廠 他可能不敢幫你修 因為那東西很多太高科技了 那之前我是有看一篇文章就是說 有一個人回原廠跟他說 你電池壞掉要換 然後換要十幾萬塊 他想說哇這哪 實際上它裡面都是一些離電池串連在一起 那可是大家也知道啦 久了之後可能會接觸不良 所以那個人想說 嗯那我自己動手看看好了 因為它裡面都是電池的串連嘛對不對 然後就想說反正死馬當活馬一 反正這個就換掉了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把它電池拆開來整個解體 把裡面的接頭全部都用清潔清潔過 再裝回去 再發動 居然恢復正常了 他想說哇這太好了 他再花大概兩天的時間 兩天就可以賺了十幾萬塊 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投資報酬率 對不對 不過這個應該也不是一般人會去做的事情 不過要是我我也可能會這樣做 那是一種樂趣啦我覺得 而且如果你把這件事做完之後 你再把過程用GoPro或者是用照片拍一拍之後 把它PO上去 PO到 比如說現在都有固定的論壇 比如說哪一種車種都有論壇 你把它PO上去 哇就一堆人給你點讚 因為我也常做這種事情 我就自己照相 然後PO上去 偶爾PO一些啦 我覺得這也倒還不錯 因為就很多人關注你 很多人私下一直問你該怎麼做 還有人約你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弄一弄 同好嘛 反正因為這樣關係 有認識一些志同道爾的人 或者說開同款車 我跟你講他就很有興趣了 因為這樣關係 OK好 類似這樣子這種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個是用公式的方式做 答案